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集的几张很有趣的卡牌 今天的主题依然是宝可梦主题 大家看到这个信方上写着PokePost 宝可梦邮局 这是这个宝可梦最近的一个活动啊 应该是23年的12月份还是11月份呢 宝可梦在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一些城市 设立宝可梦邮局 然后呢大家可以就来到这个宝可梦邮局 可以发现有这两张 一张是伊布 一张是皮卡丘的联动卡 大家可以也在现场领一张 然后呢再给自己的好朋友 或者给自己寄另外一张 那现在就让我们拆开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吧 首先是这张皮卡丘的 这张是他取的 所以呢就没有写地址 打开之后有一张卡片 这就是那张联动卡 一张皮卡丘 然后这上面也可以写一看 有一些德语的 一同宝可梦 是一个在飞奔的皮卡丘 另外他还送了一包宝可梦的卡牌 应该是最新这个红紫的卡牌吧 这个我们稍后再打开 因为有可能我又有里边不认识的宝可梦 这次呢为了对大家负责 我不认识的宝可梦 也会在上面标字幕 标出来它是什么宝可梦 这个信封也很可爱哦 写着你看看 在这个冬天我们要分享快乐 这就是 这个信封 这是朋友寄给我的 上面写着我的地址 就是这张一部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同样是一包卡片 跟上一个一样 这就是这张一部的联动卡 一同宝可梦 哇这张一部好可爱 是在停步注释的一部 这就是这次活动 联动的两张卡 我那个朋友也是很不容易啊 当天天气还在的情况下排了将近两个小时 没想到这个欧洲宝可梦迷这么多啊 排了两个小时 帮我排到的这两张卡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然后下面呢 就让我们拆开这两包 它赠送的宝可梦卡 看看里面有什么卡片吧 好了我们就直接上字幕吧 应该是不认识 这是超音符吧 这个我认识 这个叫什么在这 在嘴边上还就是给忘了 这是个 然后我们再看 另外一包 这张好开 不过还是上字幕 完全不知道名字 这张也好开 哟 这两个好酷 好吧 这就是他赠送的 一共六张卡片 其实主要是为了这两张卡片 一张皮卡丘一张一部 也是最最元老的两 两只宝可梦 这样 这张卡也被非常好的保存起来了 然后 这边还有我们上一集 给大家展示的防高皮卡丘 嘿嘿 这就是我目前收集的三张 相对比较特别的宝可梦卡了 大家还有什么 很特别的宝可梦卡呢 给大家跟我一起分享一下 这一集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 主要是就是为了分享一下 这次宝可梦邮局的这个活动 以及活动上送出这两张 联动卡 皮卡丘一级一部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大家喜欢的话 多多转发点赞评论吧 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 掰掰